让千万人苦等的小丑二终于来了 这次他将携手Lady Gaga上演 极限越语 小丑与奎英再次合体 注定是一场疯狂的犯罪盛宴 亚瑟被关进监狱非但没有遭到惩罚 反而被狱警们攻为有加 他们会给亚瑟抹上肥皂水 然后用剃刀帮他刮干净脸上的胡渣 在囚犯们放风时 狱警还会给他点上一根烟 他们之所以对亚瑟特别关照 是因为他每天都会讲笑话 逗这帮老灯开心 可亚瑟不知道的是 外面有人把他的事迹拍成了一部电影 狱警调侃他是万众瞩目的明星 加上他的案件错综复杂 无论是狱友还是典狱长都不敢轻易得罪他 跟外面杂乱的人际关系相比 亚瑟更喜欢在监狱待着 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人才 说话还非常好听 也看亚瑟古兽如柴拱肩缩背 他杀起人来极为凶狠 只是没想到到了这里 狱警却拿他当作一个笑话 由于亚瑟的精神问题 法院至今还没有进行判决 而是安排了专家对他做心理评估 但在这之前 他们必须给亚瑟洗刷一遍 狱警用刀片在他的脸上刮着 哪怕不小心划出了一刀口子 他们也毫不在意 狱警一边讨论寡妇家的狗 一边丢下毛巾让亚瑟自己收场 在穿过走廊长驱 狱警每人给自己配了一把伞 唯独亚瑟没有一点防护 他像是被老天遗忘的可怜虫 在雨中被淋成了落汤鸡 在经过一间房间时 一个金发闭眼的女孩看了看亚瑟 正当他准备回望时 却被狱警无情地推开了 这时女孩突然叫住了他 接着他举起自己的手 做了个枪击的动作 然后嘴角上扬扣动扳机 致敬了亚瑟的经典画面 殊不知这次偶遇将是亚瑟重生的开始 很快狱警的做法就被玛丽质疑 他好心地为亚瑟披上自己的外套 并告诉他接下来有一场询问 这将关系他最终的生死存亡 黑妹说他穿着小丑的衣服 在闹市跳过广场舞 可亚瑟却说这是纪念自己母亲的一种方式 眼看问不出什么名堂 黑妹最后只能放弃 接着亚瑟被带到了音乐室 由于他精神问题 教授并没有直接拒绝他 在这里他又见到了那个女孩 女孩名叫哈利奎因 他对亚瑟的事情早有耳闻 甚至对他疯狂地崇拜敬畏 可两人还没聊上几句 亚瑟就被狱警给带走了 由于他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玉瑾给他递了一根烟 并像小弟一样帮他点上 亚瑟感觉他是自己的朋友 可不料一个拍背的举动 彻底惹怒了玉瑾 这一刻他才明白 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电视上播着要盼他死刑的画面 玉瑾更是恐吓他会死得很惨 可亚瑟脸上没有一丝波澜 他开始唱起了歌 甚至越唱越得劲 接着他摆动身躯翩翩起舞 他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无法自拔 在狱友们一声声叫好中 亚瑟全然不知有人对他邪魅一笑 他时而清醒时而癫狂 就算站在鱼里也能发出奇怪的笑声 在亚瑟接受审判前 玉瑾想找他签个名 本以为胖蹲是什么小谜地 殊不知他只是想在亚瑟死后 把书卖出去大转一笔 得知情况的亚瑟只是瞥了他一眼 接着又写了起来 可当小胖翻开书时 上面就写了两个大字 祝你痴疮不遇 这里的监狱狠人性化 他们会为犯人播放电影 来提供他们的知识觉悟 而这恰好给了奎英机会 他趁着点烟知己 把火柴丢进了钢琴里 接着把书记跟烟也扔了进去 果然一分钟不到 钢琴燃起了熊熊大火 人群瞬间乱成一团马 他们此刻只想离开火灾现场 唯有亚瑟跟奎英纹丝不动 他们享受着烈火般的激情 甚至当着我的面深情稳了起来 对他们而言 越于是件疯狂又浪漫的事情 奎英牵着亚瑟的手奔跑在无尽的火海 他们幻想着重获新生的场景 接着一路狂奔到了操场 他们穿过长长的走廊 完全无视后面追击的警察 即便知道自己会失败 但那又怎么样 亚瑟被预警拖回了监狱 可他脸上的笑却从未停止过 对亚瑟而言监狱的禁锢 并不能束缚他的内心 他的笑容是对这个荒谬世界的嘲笑 最终他被关进了一间躯黑的房间 可越是这样的黑暗 越能激发亚瑟的狂想 在第二人格中 他是西装鼻挺的暴徒 是舞台上优雅洒脱的绅士 自从遇到奎英后 亚瑟的内心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原本封闭的世界像被注入了一缕阳光 开始有了温暖的角落 奎英的热情更像是一把钥匙 开启了他那善酒未开启的门 为了避免浪费不必要的体力 摩擦冲突的剧情我就替大家看了 接下来将是新一轮的询问 这次对方问的问题更为尖锐 专家弄得亚瑟差点报警 杰克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学家 他很快救出了亚瑟的第二人格 可这时亚瑟又莫名其妙地唱起了歌 说他精神没问题他自己都不信 看着电视里唱歌的亚瑟 奎英更是一拳打碎了波 接着他拿起一排电视扬长而去 第二天亚瑟正式被提审 他穿上帅气的西装 在警车的护送下赶往最高法庭 亚瑟有些彷徨又有些兴奋 看着外面辽阔的世界 他突然露出久违的笑容 亚瑟尝试过让自己变得冷静 但不争气的嗓子又莫名地大笑起来 他有着一群支持自己的狂热粉 他们夹到湘英只为见一下自己的偶像 但亚瑟无所谓 他只想尽快结束今天的审判 亚瑟习惯性地抽了制烟 接下来将是他的涅槃之行 是前路辉煌还是陷入黑暗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狂徒有等级那小丑就是登风造景 他在自己的审判日竟然干掉了法官 这个洛里巴梭的老头他已经忍了很久 亚瑟捋一捋头发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随后他竟唱起了歌 殊不知这都是亚瑟自己的臆想 从上法庭的那刻起 亚瑟就几乎接近了癫狂 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人生指手画脚 律师玛丽劝他冷静一点 可他去当场解雇了自己的律师 接着他一反常态地亲了上去 不难看出他对律师偏爱有加 此刻拥护者们欢声雀跃 在他们看来亚瑟是自由的斗士 是打破常规的英雄 随后亚瑟被法警带离现场 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审 律友们被亚瑟的神操震碎了三观 他们不敢相信平日里唯唯诺诺的人竟然如此疯狂 在亚瑟被押回监狱的路上 新闻里播放着他解雇律师的报道 这就意味着他将自己为自己变回 在此期间亚瑟的脸上有六种颜色的变换 但他的表情只有一个 那就是胜券在我 当亚瑟回到监狱后 现场瞬间沸腾了起来 他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 能让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变的疯癫 在小丑光环的加持下 整个监狱陷入了狂欢 亚瑟向御友展示自己的力量 李基两眼放光揭杆而起 他一改往日的那脸冲上了餐桌 看情况不妙 预警只能强制镇压 可一个人的火苗一旦被点燃 就会变成无坚不摧的幸运 亚瑟做了他们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他像是一把利润 刺破了御友心中的阴霾 他们在挑战既定规则的同时 也在重新定义自由的内涵 再次开庭法院门口被围的水泄不通 根据法律规定 亚瑟有权为自己辩误 审判长允许了他的小丑装扮 但前提是不能把法庭变成马戏团 接下来传唤的证人 很有可能为亚瑟的行为定罪 看着熟悉的地中海 我想各位也应该猜到是谁了 他就是亚瑟的同事盖瑞 也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 当初亚瑟干掉胖子的时候 盖瑞就在旁边看着 差点没把他吓出心里 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被干掉 可亚瑟却放了他一条生路 因为在亚瑟眼里 盖瑞是为数不多对他好的人 即便他够不着上面的门锁 亚瑟也会好心地为他打开 这或许也是打开亚瑟自己的心碎 可今天他却来指控亚瑟所做的一切 一开始亚瑟什么都没说 只是一直在强调盖瑞的心事 也许他是想提醒盖瑞做人不能忘了 但很快这些无用的辩护被审判长叫停 盖瑞声称亲眼看到他捅穿胖子的眼睛 还说自己从此之后就活在阴影里 时不能请夜不能为女朋友都跑了八个 他害怕哪一天亚瑟会回来报复他 于是他决定站出来结束这一切 面对陌生的亚瑟 盖瑞甚至劝他赶紧收手 亚瑟早已不是自卑懦弱的小丑 在第二人格的加持下他恰似脱僵的野蛮 肆意释放着内心的呐喊 他甚至当着媒体的面 把监狱那些虚伪至极的狱警骂了一对 当所有人都想让他闭嘴的时候 只有亚瑟心里清楚 自己的灵魂是自由的 他以为自己的善意会得到盖瑞的理解 可他却声泪俱下痛斥亚瑟对他的伤害 这一刻亚瑟彻底无语 他随即放弃了自己的提问权 不知道是盖瑞良心发现 还是自我救赎在作损 亚瑟对他的好态一直都记得 盖瑞作为最后一个证人 控方律师结束了提问 而亚瑟也表示结束自己的病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法官不得不宣布明日在审 但亚瑟不在乎这些 他只想搂住小女友来一场激情的狂欢 起初亚瑟是不自信的 他自卑敏感脆弱多疑 律师告诉他是奎因骗了他 他既不是亚瑟一个社区的邻居 也不是医院里的精神病人 而是家境殷实的心理医生 在亚瑟的双重幻想中 他们一起为观众敬情歌唱 只因奎因没有看着他的眼睛唱歌 他就有些闷闷不乐 因为在他的认知中 奎因是想一个人博得更多的观众 即便他的歌声里说多么爱他 亚瑟的质疑有理有据 可奎因却告诉他 他们会为观众带来更刺激的东西 随后他就掏出了一把手枪 正如亚瑟想象的那样 他开始猜忌奎因接近他的原因 预警命令他们站起来说话 可亚瑟一副大佬的样子 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反而用手做了个枪击的动作 如果有机会 他可能真的会干掉这些人 在奎因探监的时候 亚瑟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奎因坦言自己就是故意接近他了 自从看过电影《小丑》后 他对这个男人的爱深入到了骨髓 他甚至想跟亚瑟一起疯狂 一起逃离枯燥的现实 而此时奎因怀上了他的孩子 真是王八看绿豆对上了 老天爷也无法将他们分开 隔之消息的亚瑟又陷入了疯狂 在聚光灯的照样下 他操起板凳砸在了律师口上 然后潇洒地丢掉话筒 随后深吸一口寂寞 他只为心爱的姑娘翩翩起舞 完全无视所有人的死 当奎因再次掏出手枪时 亚瑟没有了当初的精口 而是变得信任狮子 他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无法自拔 亚瑟迈着风骚的步伐 穿梭在虚幻迷离的心灵城堡 他举起手枪干掉了总博物 或许他不需要这样的新闻报道 接着他缓缓走向审判长 当着所有人的面重造秩序归族 法律对他而言 不过是可以被改写的剧本 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的画面 由于亚瑟在法庭上控骂过预警 很快就遭到了他们的暴徒 他是穿着得体的西装暴徒 邪魅癫狂又不是风毒 在不羁的外表下藏着一个孤独的灵魂 在灯光散尽后 亚瑟变得内敛沉静 因为明天他将面临最后的审判 社会各界对这次的判决极为关注 当然亚瑟的狂热粉也不在少数 他们甚至已经站好一队 几乎把法院围得水泄不通 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哈利奎英 他打扮成小丑的模样 为亚瑟做着最后的抗争 奎英很享受被聚焦的快感 或许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庭审开始亚瑟什么都没说 只是搬了张椅子 当着法官的面坐了下来 可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却让所有人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亚瑟话都没说完 奎英就准备拍屁股走 在他看来小丑已经死了 其中也包括一些拥护者 在他们心目中小丑是疯狂的邪恶的 而此刻的亚瑟显然不是 他更多的向着正常人 法官根据各种证据 宣读亚瑟的杀人罪名成立 并判处他一级谋杀罪 可这时亚瑟的假性眼水病又犯了 他控制不住的放声大笑 这立马激怒了死者家属 可就在这时 法院却发生了爆炸 毕生巨响将里面的庄严化为乌云 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 他们只关心自己会不会死 好在亚瑟只是被炸晕了过去 并没有要了他的心 这或许就是上天的安排 亚瑟穿过废墟朝外面走去 他渴望外面新鲜的空气 与此同时他遇到了另一个小丑 只是没想到少年也认出了他 他拉着亚瑟如获至宝 还说要带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亚瑟上了少年的车 他示意亚瑟把身子放低一些 因为马路上全是赶来支援的警察 少年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对警车比起了友好手势 可接下来少年的话 却让亚瑟如坐针毡 亚瑟听闻迅速离开了后座 他虽然时常疯癫 但还没想过要毁灭歌坛时 接着他一路狂奔 只为逃离这群混蛋的掌控 赶来的警车拦住了少年的去路 而亚瑟趁机混进了人群中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家门口 在阶梯上奎英已经等候多时 亚瑟兴奋地朝上面走去 他离自己的挚爱越来越近 可奎英却有些神色不安 再次看到亚瑟他没有一丝喜悦 亚瑟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殊不知奎英喜欢的是他小丑的面具 而不是面具下的这个老男人 即便亚瑟说自己杀了不少人 但没有小丑这句话 奎英能记住一辈子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在命运的阶梯分道扬镳 警察很快包围了出口 亚瑟又一次被带回了监狱 对他而言 奎英或许就没有来过 又或者说根本不存在 一切都是自己的意想 他曾给奎英打过一通很长的电话 甚至还唱完了一首歌 但电话的那一头奎英却引担自尽 或许奎英早就死了 一周后预警告诉亚瑟有人找他 但此时他没朋友没家人 更没有爱人 究竟是谁无人知晓 可突然有个少年叫住了亚瑟 少年说想给他讲个笑话 不会耽搁他太多时间 突如起来的刺杀 让亚瑟命悬一线 他不明白少年为什么要杀自己 而这正应了之前的幻想 自从奎英走后 亚瑟的心也随他一起去了 电影之所以叫双重妄想 我想这都是亚瑟的精神异症 没有刺杀没有莱茵 更没有死亡 除了小丑暴力的外衣 亚瑟就只是单纯的弗莱克 那个在狭小房间里的单身汉 他在幻想与现实中游离 浪漫歌舞和绝望监狱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跟风神的希斯莱杰相比 小丑二更聚焦于亚瑟的精神内好 他在交错模糊的舞台 突然蹦出不和谐的音符 在监狱被警察无情地折磨 也会选择忍气吞声 可最后又不得不化身小丑 在厕所里擦干净所有的伤痛 小丑究竟代表了什么 他是在对抗自己 还是对秩序的挑衅 我想不过是被扭曲的灵魂 在寻找出口 对压抑的人心进行绝望反击 毕竟你我皆是小丑 又何必在意兑现的人是谁